瑞典前天发生皇室珠宝被盗事件 两名窃贼在光天化日之下 从一家教堂里偷走三件极为珍贵的皇室珠宝 得手后驾驶快艇逃走 警方动用水路空力量击查窃贼 事件发生时 斯特·兰纳斯大教堂正得外开放 展出一批珍贵的珠宝 中午时分 两名窃贼走进教堂 打破上了锁的玻璃展示箱 窃取猪宝后 直奔200米外的马拉伦湖 跳上一艘事先停在岸边的白色快艇 逃之夭夭 被盗的珠宝 包括拥有数百年历史的两顶皇冠 和一个王权宝球 他们都属于瑞典国宝级文物 堪称无家之宝 目前瑞典警方正大力展开搜捕 警方表示 因为这些珠宝过于名贵 窃贼很难找到买家转手出售 警方有信心找回备窃珠宝 那我们说明明是对于 我来说明明是对于 我们说明明是在哪里的 自己赢娩冬